暑假期间KTV夜店是许多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 而玉璃景分局为了查气毒品 长期埋伏布线搜证而见时机成熟 在两名嫌犯开车准备贩卖毒品 并一拥而上当场查扣KTAMIN 还有491包的毒品咖啡包 以及现金等证物 涉嫌持有贩卖毒品 将两人移送桃园地方检查署证办 科技侦察长期埋伏布线搜证 2号见时机成熟 玉璃景分局侦察队飞向过河 在鸿信嫌犯桃园巴德市住宅停车场埋伏 一件鸿信嫌犯准备开车到青年聚集处贩卖毒品之际 便一拥而上成功压制逮捕 来东西全部都摆在桌上 在同时报请桃园地方法院 并与陶市警局巴德分局持收居票 来到嫌犯住处公间 逮捕高姓同伙人 并且在住屋处内 搜除大批分装层毒咖啡包的毒品 及现金等证物 本分局侦察队日前在辖内 查获毒品咖啡包 为了斩断毒品流入本辖 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源头 与巴德分局共组专案小组 在巴德区社区型住宅地下室停车场逮捕宏 并取获ketamine及数万元现金等证物 随后警方前往 宏弦社区住处执行搜索 当场查获其高姓男友持有毒品 本案共计查获ketamine11包 毒品咖啡包491包 犯罪所得359000元 及K盘手机电子棒等证物 最后警方分别将红性嫌犯 依涉嫌持有贩卖毒品案 以及高姓嫌犯依涉嫌持有毒品案 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导